微博热搜暂停之后,粉丝喊话笑站出来营业,原因让人哭笑不得。 娱乐圈里越来越多的明星把新浪微博当成了自己的宣传阵地, 他们的一点点小事都能快速登上微博热搜,关于自己的黑料也能花钱压下去。 虽然众多网友对这种现象都感到不满,然而一直都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 这个消息的信息量非常大,说明国家对新浪微博这种有钱就能干扰信息传播的行为已经开始重视起来了。 由此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针对新浪公司,对流量明星来说,影响也不小。 微博热搜暂停之后,笑站粉们显得格外高兴,纷纷在微博上艾特笑站,叫他出来营业。 至于为什么新浪热搜暂停之后粉丝们会喊话笑站营业,这背后的原因也比较搞笑。 或许在一些笑站粉丝的心目中就会觉得,笑站每次发微博都能引起抵制者的反应, 是新浪微博没做好事,让笑站上了热搜,暴露在了大众的眼前。 现在热搜暂停一周,这样子笑站不管发什么都不会再上热搜了, 那些抵制笑站的人也就看不到他的动态了,从而不会引起一些是是非非了。